這一次回溯匡列的 因為時間長達十四天 從一月六號到十九號 然後回溯大概有五千人 都必須要居家隔離 那陳時中部長是說 已經沒有時間了 沒有時間在等了 你怎麼看部長的憂心 其實當然憂心 這次匡列的五千多個人 那個說不只部長憂心 我們老百姓也很憂心 為什麼 其實你看這個關鍵的 這個個案關聯圖有沒有 之前藍色的這一些有沒有 因為全部都是從這個醫師 在治療這個案812開始之後 他把這個 因為感染之後病毒擴散出去 這些人都已經很清楚的時候 找到感染源嘛 那現在最新的是說 案這個889跟890 這兩個人有沒有 他是在社區之中 可是他在社區之中 他現在還在進行疫調 因為他們兩個是在社區裡面 而且現在有不明感染源 到底他們是怎麼樣的感染 而且整個部長 就是因為他本來在S2A那個區有沒有 他本來是匡列是列為綠區的部分 那可是綠區為什麼他們會感染 所以現在就很緊張的 就是因為這個案 889跟890這兩個人 所以我們才擴大疫調 就防堵說怕這個病毒傳染到社區裡面 可是雖然大家很恐慌對不對 可是至少我是覺得很樂觀 為什麼你知道嗎 我的理由是因為現在居家的這個 整個整個規定有沒有 你有辦法知道說這些感染源 除了說這兩個之外找出來之外 那找不出來的話那怎麼辦 那至少現在 部長他們有緊急措施 前進指揮所已經在那邊 而且告訴你說現在只出不進 對不對 那不是封院 大家不要搞錯了 跟那個SARS當時的 那個和平醫院封院是不一樣 當初和平醫院的做法 就是把它封起來 就跟中國大陸當初一樣 我把你封住裡面在裡面煉鼓 對不對 煉到最後死多少算多少 那這個不一樣 我們現在處置不一樣 所以今天 你看那個台大醫師 那個施錦中才會告訴你說 你覺得說現在防疫中心 做的事情沒有邏輯嗎 那你如果走一趟布桃 來一趟桃園 我會讓你瞠目結舌對不對 他就是告訴你說 其實他們是有根據的 有根源的嘛 做法對不對 那我就跟你講說 現在我們這些的做法 現在匡列了五千多個人對不對 為什麼 因為北北基桃 我們之前一直在講說 北北基桃是一日生活圈 對 那這個範圍擴得這麼大之後 我現在只要有一些 當初陪病的或者同住的 或者是當初痊癒出院的 那這些人 我們都可以追蹤出來之後 你就就地居家隔離嘛 告訴你說你在居家隔離 你要自主管理 你覺得你有什麼症狀 馬上跟衛生局 或者是相關防疫中心做聯繫 那我們就可以把這個病毒 或者是可能擴散出去的 那個傳染鏈 把它割切斷掉 那所以我就覺得說 我是覺得目前看起來 我是有十足的信心 可以覺得這件事情很樂觀 不過樂觀的話 還是怎樣 你要做最壞的打算 就像那個什麼台大前台大醫院 感染科那個林氏璧醫師有沒有 他就講說這是真的不大妙 因為社區會不會出現 追不到感染源的確診 那可是從今天看起來 不僅境外移入 或者本土都是零確診 那這是一個好的開始 那你要做一個最壞打算 就是說 即使好這些人出去之後 出現了一些感染 不明感染的話 那我們有沒有辦法 把這些根源找出來 這才是重點 所以要有賴說 各位我們在電視機前 全台灣的同胞 全台灣的人民 你今天如果匡列你這個的話 你一定要據時已告 好那我們就講說 現在已經出來案889跟890 我剛才講說 現在就是在疫調中 就是要看這個 那為什麼要擴大疫調 就是因為我們現在 不知道他的感染源在哪裡 只知道說他可能 有經過布陶的那個 12A的那個區域嘛 那可是他感染過之後 他出來他有一些足跡 他現在公布出來 1月19到1月23 對不對 有包括說什麼 這個什麼大南市場 還有新上星的港市飲茶 全聯八德店 還有這個什麼 麵包店 還有那個什麼 八德路大南市場 這個地方 他曾經去過的這些地方 那你曾經有去過 這些地方的話 日期你拜託 把時間地點 你可以把它想清楚 那你自己多關注一下 自己的身體狀況 如果任何狀況 拜託真的不要隱匿 還有那我們在講說 現在 那個 包括桃園地區的全聯 他是三大超商 就是7-11 OK 還有萊爾夫之後 他們現在也暫停開放休息區 跟公用廁所 而且包括你有微波爐的 他現在也進行使用 這就是台灣人民 可愛的地方嘛對不對 他明明知道這樣 會造成他的營收收入會減少 可是說實在話 他不得不做啊 這就是一個想法 很簡單的一個想法 台灣今天如果整個疫情擴散出來 疫情不好的話 我跟你說 你不用想要做生理啦 真的 對不對 大家想你的最簡單的邏輯嘛 對 那為什麼有些人一直在唱帥 一直在捅這個洞呢 那我也覺得很奇怪啊 包括你看那個秋暑題 我們剛才一開始的時候 尤其一開始就講到秋暑題 提那個東西的話 我也真的笑死人 當年SARS的和平 和平議員封院的結果 是一個好的政策嗎 對不對 當初我還記得 我那時候在電視台當主管的時候 我每天指揮記者去跑新聞 去那邊連線 包括那個記者中午便當 我都還派人去送 你覺得那個政策是好的嗎 對不對 你當初這個政策不好的時候 你今天你出來跟指教 對不對 你一年換來的 台灣人現在大家過的生活 又很正常對不對 你當時你比對當初和平議員 你的政策的話 你怎麼敢去指教人家啦 所以就覺得說 而且那個有一個護理師 就出來講嘛 他當初就告訴你說 他那個護理師還去 秋暑題的臉書上留言 他就告訴他說當年 你沒有給我們一些防疫設備 對 那你自己包得緊緊的 你看我們現在這個畫面 你自己包進去裡面視察 你現在視察什麼 到底是誰在打仗 誰需要防備 誰需要裝備 你搞不清楚狀況嘛 所以就跟你講說 為什麼台灣這麼多人 還在一拼命 把台灣一個防疫破洞 要把它捅破 就像台中那個神剛那個台商 你回來居家檢疫三天 你出去外面至少七次 對不對 那包括大樓管理員啦 居住戶啦 還有旁邊旅長都在規勸 你才竟然建設回想去 又跟他搶聲你知道嗎 所以今天盧修院 也出來講壯話了嘛 你至少罰五十萬 我是跟 我之前就一再強調說 對於這一種講不聽的 五十萬一百萬太少啦 對不對 你要不要搞說 以後就是次數嘛 對不對 我們現在刑法 都有那個這麼累進的 對不對 以案件 記你的記刑 那你出去幾次一次罰五十萬 你出去七次就罰多少 三百五十萬 對一案一罰一罪一罰對不對 這不只有辦法阻隔台灣的一些破洞 好啦講到這邊的話 我是覺得說 這是五千多人的那個大規模隔離 大家不用金鐘啦 因為至少有五千多個人 已經知道你的目標在哪裡 你的方向在哪裡嘛 對不對 那老百姓說實在 我也在臉書上呼籲大家 就現在你每天出門 有酒精戴著對不對 有洗手地方多洗手 沒有洗手的酒精經常噴啦 那你口罩戴好戴滿對不對 不必要的群聚 不要去聚餐啦 不要去什麼慶生會 同樂會開趴啦 那種都不要再開了啦 反正你就換人的一時的那個 那個 那個不方便對不對 你換來永久的 你以後要幹什麼都可以 所以這個代價 我是覺得聰明的你們 聰明的我們 大家應該想清楚 這個代價值不值得付出嗎